Drama Cantonese真是慘 現在我們每天以十萬二十萬的重溫 去假啤梨漫步剩下幾百幾十 為甚麼?各位朋友 如果你現在正在看啤梨漫步的直播或重播 請大家看看 究竟你是從甚麼渠道看? 如果你是從啤梨頻道 OK 恭喜你 你是正在看正版 但我們恢復於是 Drama Cantonese 我們很多網友其實是這樣來的 我都要多謝他們講講 A-R-A-N-A-C-A-N-T-O-S-E 我告訴你 你們是翻版 侵權不重要 但這是個混蛋才說混蛋 雖然我不知道是誰 他不斷搞我 為了甚麼? 因為有些人很慘 他沒事了 甚麼加拿大 那就有做YouTuber 但自己床頭路上 亦都不懂得說話 那又怎樣? 在這裡偷影片放上去 在這裡偷影片他不是只搞我的 他很多人都搞的 D-100他都搞的 於是乎加起來 可能有10萬 5萬名 在我們發覺他投訴他之前 他就有些錢收下了 但後來YouTube已經發展到 捉到他 咦?你翻賣嗎? 他沒有錢收 其實他有些名字 反正的錢都是落在我的袋 是真的 但為甚麼要繼續呢? 多謝先 我們這個節目 現在已經馬上被人偷了片 又是你的朋友 Drama 都沒有所謂了 我知道 那又幫我們宣傳 就是跟那些服務一樣 多謝 是 他多謝 他沒有所謂的 我這個人都沒有所謂的 如果是給我真人 或者是會真我的人 一定是好 我沒有所謂的 大家互相合作 你在我們的頻道上贊錢 我就靠你去宣傳台 完全沒有問題 所以我很支持 Facebook直播時 有無留言的 全靠你們 我才能夠達到這麼多人 就是